字幕提供 很多人都說賽馬和運氣有絕對的關係 不單止騎煉需要這件事 做馬主一樣要有運 好像馬會的大董榮智健 他在愛倫年代 活力先生和崩騰 兩匹名下馬都做過馬王 今季榮大董已經憑著幸運快車 銀池和勇闖各贏一場 但不是每個都好像榮董那樣好運 以下這四路人馬 曾經拿過好成績 但近年運氣起上來 想入海船門拉頭馬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蘇通在香港馬圈 招牌馬是事事為王 這匹馬在香港服役短短兩季 除了捧了2013年打比之外 同年尾也贏了之一香港杯 拿著兩場大賽光榮退役配種 接近終點 事事為王 看看有沒有機會贏出這場打比 第二名 而他的指示 萬眾力德 月跑德 和四條煙都贏到馬 已經交到功課 不過 事事為王兩匹現役同駐馬 大金庫和事事亨通 最近成績就一般 大金庫在香港服役第四季 第二季開始發力 贏過兩場二班短途 第三季首戰就是贏了直路賽 但接著成績就開始轉秤 今季這匹馬跑六場 全部不入三甲 當中跑兩場第四 總算拿回二十三萬八千元獎金 至於同駐馬事事亨通 成績更差過大金庫 事事亨通這匹澳洲自購馬 爸爸正正是事事為王 而事事亨通來香港跑三季 成績二十一戰三下四季 暫時還未開債 今季初第一擊 彭光年起步之後 積極搶前 直路已經大脫殺對手 大家都想著他可以撿回場 誰知多多保企不放過他 拉斯爆一段二十二秒六百 終點前緊緊追過了事事亨通 首勝美夢就這樣幻滅了 這匹馬早前雙腳推出 之後停操了一段時間 看看可不可以康復 再次上陣搏殺 資深馬柱河家區 在香港養過不少馬 成就與資一馬柱潘蘇通 不相百狀 最成功就是首推川河專區 這群馬在香港服役六季 四十七戰成績 九冠八雅八季 獲得接近六千萬獎金 川河專區最高成就 贏過之一冠軍一理賽 亦都兩勝新加坡一理賽 何家區似乎想食住個勢 將他名嚇的川河大區 引進來香港服役爭大賽 這群馬曾經贏過珠峰錦標 川河大區來香港服役 當年轟動了香港和澳洲馬圈 川河大區在香港第一場 已經跑香港短途錦標 可惜當時未趕氣狀態 所以跑落一滴都沒有 接著馬神粗就流鼻血 結果馬柱決定 將他運回澳洲服役 川河大區助戰珠峰錦標 結果只能跑第五 何家區現役新馬 川河貫區 夠了給他好拍檔方家派訓練 這匹愛爾蘭自購馬 今年2月16日 在班德里跨下跑第二 只是輸給今季三勝馬 確認眼神 看來何生 很快有機會贏馬轉運 以負馬柱周南 可能是這四路人馬之中 暫時成就最高的一個人 當年爪黃鱗雨 贏過不少香港大賽 包括香港打比 香港杯 遮打杯 女王杯 和香港金杯 這些諸一賽事 外面雜聲上 見到金碧明珠 爪黃鱗雨 應該可以奉走香港打比大賽 爪黃鱗雨 跑第一 跑第二名 金碧明珠 跑第三名 而且在2007年 更遠征杜拜 掃低強敵 贏了杜拜司馬經典賽 可惜是從爪黃鱗雨之後 爪黃是戰馬成績一半 近年爪黃烈焰 贏四邊最成功 而現役爪黃戰火 暫時跑過一次第二 看看何時可以開債 近年最沒運的其中一位馬主 是譚立德 他以個人身份曾經養過七隻馬 其中成績最好的兩匹馬 是大爆發和勁力爆發 大爆發曾經由呂健威 賀賢和苗麗德訓練 大爆發轉到苗寇之後 在泥地和谷草1650米 各贏一場頭馬 終於來香港贏回場了 跑第二名 上上下落 服役生涯贏了兩回 隻馬跑到第四季就退役了 至於動力爆發 初期是麥菲民訓練 後來穿了河梁馬房 這匹馬在無險東瓜俠 爆過兩次冷門 可惜服役兩季之後就退役了 譚立德另外五匹名下馬 拿不到好成績之外 賬面亦都蝕了不少錢 威力爆發這匹拍賣馬 身價四百萬 但在香港只跑過一季 最厲害跑過一次第二 收回十九萬多元獎金 馬價一成都收不回 至於活力爆發 是譚立德另一隻拍賣馬 身價是三百五十萬 可惜服役兩季出賽十七場 只是拿到一亞兩季 2021年3月10日 活力爆發出到莫雷拉博薩 可惜輸給赤水神區 和頭馬刷身而過 這匹馬最終收回四十三萬多元獎金 譚立德在拍賣馬的投資 又一次失利 而譚立德另外三匹馬 愛天滿跑過十九場 全部不入三甲 幸好跑過一次第四 收回十七萬多元獎金 不用零獎金出局 至於勁力爆發和衝力爆發 更慘不忍道 勁力爆發在香港跑過兩次 全部輸雙位掃明師 至於勁力爆發未跑過已經退役了 兩匹馬齊齊 Total Loss 出局 你都別說不洩氣 譚立德雜時在香港就沒有現役馬 看看他之後 會不會買到一隻好馬回來轉運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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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